现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横拍的发球式前握 那么发球式前握呢 我们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 这三个指头呢是完全放松的啊 像捏成一个小拳头一样的收拢 是吧 放在这个手掌心里面 然后呢 我们紧靠我们的大拇指 还有我们的食指啊 把这个球拍夹住啊 紧紧的夹住 这样握拍的好处呢 我们手腕的这个转动的幅度 更大一些啊 更灵活一些 便于我们手腕的这个发力 那么发球式前握呢 顾名思义 它主要是在发球的时候啊 使用它可以制造更多的旋转和变化 那么特别是在发力旋转啊 横拍发力旋转的时候 这种握拍方法是最多的 可以摩擦出很多的这个球的旋转上面的变化啊 但是对这个手腕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所以说一般是达到了一定乒乓球水准的啊 这些运动员也好啊 乒乓球爱好者也好啊 都会使用这种发球式前握的这种握拍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